全国仅存的黄火捕鱼是金山区渔民祖传的一种特殊的捕鱼法 近年来已经逐渐没落了 金山区渔会去年就向文化局申请 把黄火捕鱼登陆为无形文化资产 希望借此保留可能将要失传的这项祖传的捕鱼文化 强大把火光从渔船前方窜出 在夜晚里的海上更是显得明亮 不少渔群也受到强烈火光的吸引纷纷跳出水面 眼前这么壮丽的奇特景象 是金山区渔民古早特殊的捕鱼方式 而这可是全台仅存的捕鱼 不过近年来却因为随着时代的演变逐渐没落 因此金山区渔会去年也向文化局来申请 将捕鱼登陆为无形的文化资产 而在今年的六月将会实际的进行审查 我们也希望这个传统的渔法能够留下来 一来我们能够保有我们传统的捕鱼的方法 让我们的后代能够知道 二来我们也希望发扬这种传统捕鱼的方法 然后能带动我们在地的一些观光 那我们渔会最近也有向 我们市政府的文化单位来申请 无形的文化资产的申请 我们也希望渔会这项申请能够成功 金山渔民利用当地生产的黄石 所产生的乙缺点火 让趋光性的吃鱼鱼疯狂的跳出海面 而渔民再用特殊的网具来捕捞 而在早期有上百艘的渔船使用黄火捕鱼 如今只剩下四艘渔船 对于即将失船的捕鱼方式 市政府除了每年都会举办相关的文化纪活动之外 也希望借此能够将渔村的特殊文化给保留下来 捕捕鱼是我们金山地区一种传统的捕鱼的方法 那么它的历史相当的久 不过到了这些年来它已经都失船了 目前在金山有四艘的渔船 还有在从事捕捕鱼的捕鱼 那么它捕捕鱼主要就是利用黄石 然后加水让它产生乙缺 然后在乙缺上面再来点火 那么因为鱼有趋光性 所以以前我们的渔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捕捉 农业局表示这项传统的捕鱼方式 现在很少有年轻人愿意来接手 恐怕面临失船 加上新北市政府近来着重于渔港的观光发展 因此也希望把这个快要看不到的金山特有其景 防火捕鱼纳入文化资产 期盼保留快要失船的渔业文化 接下来是端艺金山采访报道